你能不能先不要说了你自己看一下你后面你看一下你后面 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你干嘛呀你非要把事情弄得那么那么难堪吗啊 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非要把事情弄大化让就是要让其他邻友邻居看笑话对不对 看笑话也是看成心的笑话 我跟你说这邻友邻居都认识成心的看笑话怎么可能看成心笑话呀我们都是成心的娘家人 不是个好女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 来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来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觉得成心是不是一个好女孩 是一个好女孩的来公民上打一波试来直播间现在564个家人们你们觉得成心是不是一个好女孩是好女孩的公民上全民打一波试 哎呀我真的无语了 你那叔叔阿姨所谓的叔叔阿姨到底能帮助你什么请你告诉我 家人们他又在说我们直播间所谓的叔叔阿姨哥姐姐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成心什么呢 我告诉你 在成心 最 伤心最难过的时候是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一直在我们的短视频下面陪着我们是他们给我们发视频在我公司 面临危机的时候在我工作面临困难的时候是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在支持着我你明不明白是他们给了我前进的动力你知不知道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我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你没有资格好不好 你也知道你跟我的家家庭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家庭条件已经够好了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你只要回到公司我们两家合作 你们的公司会有更难一步的飞跃的 你不要在这里找什么陪伴找什么支持 他们对你造成不了任何的帮助的 既然他这样说的话要不你就和他回去吗不可能不可能我不可能和他回去的我不可能和他回去的 陈欣是阿俊的女朋友对对陈欣是你女朋友对呀 对呀陈欣你自己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还是你是你自己说 你觉得我跟阿俊飞还是你跟阿俊飞你自己说出来 还行陈欣姐这个问题 大家都说你善良 你说出来你自己说出来 我知道你和俊哥的声势 很配而且我也知道你们能当户队 但是我和俊哥是真的真的喜欢的 陈欣姐 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而且 来家们 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 我会很感谢你的 陈欣姐 还有旅行艇旅行艇 谁是我女朋友不是应该由我说了算吗 啊 陈俊你现在还有两天时间 我两天时间怎么了 高阿姨也说了如果说这两天时间你解决不了公司的困难的话 你们两天就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你高阿姨就你一个儿子你还要记住你们家的你这样子搞 你不怕你们周围的张叔叔你说出他们笑话吗 你就那么你觉得高阿姨脸上挂得住吗 他有个这样的儿子 一天就围着这个农村女孩就在这转 你就 那么想当我女朋友吗 你别给我这个东西啊 你拿开你就你就那么想当我女朋友吗 不是我想 我是一个过全大局的人 陈俊 过全大局 我们两家合作 才能做得更好 我怎么感觉你那么上赶着上架呢 陈俊 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很懂事的人 咱们两家合作才会过得更好这个你是最清楚的 你先把这个拿给婷婷姐喷嘛你知道吗 不可能前两天张叔叔 也找我爸了让我跟张叔叔的儿子一起啊那你就和张叔叔儿子一起啊 是你妈妈高阿姨求着我爸让我来找你的 你要搞清楚你想让你妈妈为难吗 陈俊 你想让他妈妈为难吗 我不想 高阿姨一手把这个公司经营大 就是让陈俊过一个好日子 结果呢多让高阿姨心寒呀 你们两个这样子你们知道高阿姨多心寒吗 不知道阿姨每天忙里忙外陈俊在农村转来转去 你说你们两个像个什么东西 家人们家人们我有点生气家人们 家人们你们觉得我现在该怎么办家人们 直播间所有800个家人们 我帮他我帮帮你口口之声说要我帮他 他不是说你能帮助他吗行呀 你去他们公司上班你去他们公司当主管 办公室给你抢出来我看你呢家人们我受不了了 来怎么就说叔叔阿哥姐阿俊已经受不了了 那我要不要看他真面目 家人们要不要看他把口罩取下的样子要看到公民上打不要 他会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听见 而且你们两家一起的话肯定会发展很好的 真的生气了家人们 俊哥你去给我做个饭 他为什么给你做饭呀你你还有点怪了 我已经给你不是你不是要去你不是要和我妈妈去吃火锅吗 阿姨说了半个小时就到你赶紧去把饭煮好 他你不是要去吃火锅吗你为什么让陈欣给你做饭 我去做饭你们现在家里没有菜了你不知道吗 我有去煮面条吗今天姐姐要吃面条吗 店里面不是有菜吗你你先赶紧去别打那个菜是喷了粪的哦 那我去吃火锅菜 那我现在去扯菜了 不用陈欣 我去扯菜我弄点花 陈欣你不用管他的 还逮什么鸡啊 我去逮什么鸡啊陈欣 逮他逮我看他有多大方 我去农子鸡过来 俊哥不用不做啊 家人们要不要让陈欣做来不做的公民上打出来不做 来直播间说说阿姨哥姐姐 要不要要不要让陈欣不做 要让陈欣不做的公民上打播不做 为什么要给他做饭吃啊 不是俊哥我等会给你说了吗 那个人嘛 这个他这样对我我不能那样对他呀 陈欣你就是太善良了你知不知道善良这是 这是奶奶教会我的道理 我们来了嘛我们就要对他好 而且你真的就是太善良了你明不明白 不要去做来家人们不要让陈欣去给他做饭呀 来直播间所有事刷一个姐姐公民上全凭打一波不做 好不好 还逮子鸡凭什么给他逮鸡啊 陈欣姐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逮子鸡 我去给你逮子鸡 陈欣 陈欣你回来 你等我一下俊哥我去给他逮子鸡你在那陪陈欣姐你回来呀 你在那陪他吗俊哥 我去给他逮子鸡对了 我去逮子大点的鸡那个阿姨是不是要来呀 阿姨马上来了 那我去逮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俊哥 家人们你们说陈欣真的是太善良了家人们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现在多晚了你知不知道八点半了马上九点钟了 你还让陈欣去给你做饭 还让陈欣去给你逮鸡你怎么想的 啊 陈欣你也知道八点半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在这整个村里面人都得看你们笑话 为什么会看我们笑话呢 现在全村都在看你笑话你知不知道你看那边站着一排好多人都在这做的板凳就跟看电影会一样 全部在这看着我们这吵架 啊 他要去做饭就让他做 是你明明是让你让他做的一会高阿姨就来了我看高阿姨怎么收拾他 陈欣你怎么了陈欣 等他他农村姑娘能摔到什么农村姑娘能摔到啊 哎呀你别过来听了你就在那回居里姐 我要生气的你干嘛呀你 我要生气的你别过来 不是你在干什么 你别过来我刚刚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我要生气的菌哥 我看看他要干嘛 你要干嘛 他干嘛 人家不是已经带机去了吗你还问他干嘛 我有多大的事在那 在那叫来叫去的 这龙村姑娘一点苦就吃不了 这个女的是干什么的这个女的是这个女的是 我妈妈他们合作公司的一个一个李叔叔的女儿 这个家陈俊 怎么了吗 我们家的仓库你看看这像什么样子 那又怎么了吗 我觉得住的很舒服呀 来你进去 家人我给你们说一下这个女生叫李婷婷 你们能够去扒他的去扒他 好不好家人们 这个女的叫李婷婷是我妈妈合作公司的一个李叔叔的一个女儿 他非常的过分 今天来到陈欣家里面对陈欣 又撕缓又大喊大叫的命令陈欣去做事情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真的很生气 我就不应该让他过来 但是他非要 死七百年的跟着我过来 你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吸引了他 让他这样痴迷 陈俊 不是你吸引我 是咱们两家合作 你知道吗 我们两家合作 那合作 我们不能有个其他的合作方式吗 你得问一下你妈妈 你不是应该问一下你爸爸吗 是你妈妈 你爸爸怕你嫁不掉 所以说才看着我一表人才 是高阿姨去求着我爸帮你们渡过难关的程序 你现在还有三天时间 如果说我爸 垄断了你的市场 你们 没有办法 你们的公司就给完蛋 来自我先所有事 妈要不是看着你爸的情分上面 他不会帮你 而且张叔叔也 别找了我们家 我们家为什么选择你呢 我妈妈看在 跟你妈妈的一个交情上面 才去让我爸帮助你们的 你说 别不适合了 现在诚信不在 陈俊 你说不在 你告诉我们俩好好聊一下 你说要怎么聊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你告诉我 我喜欢他善良 我喜欢他淳朴 我喜欢他漂亮 善良 善良 为什么没有用呢 你告诉我程序 现在诚信不在 来家人们 来直播间所有输出还一个姐姐 你们觉得善良有没有用 来觉得善良有用的 来周间所有输出还一个姐姐 你们觉得善良有没有用 觉得善良 觉得善良有 觉得善良有用的话 共鸣上科不一 来周间所有输出还一个姐姐 你们觉得善良有没有用 这样子吧 就是现在诚信不在 我们两个 你告诉我内心话 你是不是就 带着闹闹闹闹的 我怎么刚刚闹闹闹闹闹 我很认真的好不好 我都多大了 我还对感情闹闹闹闹吗 我看他单纯想骗他 你觉得可能我是那种人吗 那程序我就想得通常 他长相没长相 背景没背景 学历没学历 你不就是看他 讲的单纯想骗他吗 现在他不在 你可以跟我说实话的程序 所以所以我在你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对你不太了解 但是 我相信你肯定是不会喜欢诚信的 他现在不在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如果说你想让他玩给你时间 给你两天时间三天时间 你玩够了 咱们两家公司合作还是得合作 他既然不在你跟我说实话就行了 我不会告诉他 我等你把他玩够了 咱们再回家好不好 你说说什么话呀 你这个说的是 世人话吗 你管得着吗 对啊家人们家们也说你管得着吗 来直播间所有叔叔爱哥姐姐 直播间所有家人们 你们觉得阿俊喜不喜欢诚信 来觉得阿俊喜欢诚信的全屏在公平上 打一波喜欢两个字 来家人们让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所有叔叔爱哥姐姐 够不够了解阿俊和诚信 对我都说了现在诚信不在你跟我说实话 我喜欢他呀 对他 啊 我逮不到 对的 可以啊 就是逮不到家逮不到就是好的 浓宿姑娘家里面 要啥没啥 因为这个 啊行 你说你想跟神经在一起 神经妈妈也要来了 你连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诚信 你觉得 不好意思啊 天明姐 我刚刚那个鸡 我没摆到 因为天太黑了 我看不到 只有白天去 但诚信我我现在问你 高阿姨要来了 高阿姨是神经的妈妈 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啊 我见过 你见过对不对 今天晚上高阿姨要上来 你一顿饭都做不出来吃 你觉得你能带给他们家里什么药 一会我的一个妈 我带你们出去吃 我我 不用了 陈欣他们饿肚子 他饿肚子等他饿 今天大爷要来 你带我们能够去吃火锅 可以啊 晴晴姐 没关系 我今天早上 我卖那个 我卖那个笋子 我还挣了那么多了 没关系的 什么叫没关系啊 陈欣 没有你 你挣钱那么不容易 怎么可能 你还要请他吃饭呀 听我说嘛 俊哥 一 你也知道 你和我两个这个关系 而且我请你吃饭 还有请 叔阿姨吃饭 请婷婷姐吃饭 我觉得我心甘情愿的 俊哥 而且我今天还卖了一台 没关系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怎么了嘛 你看一百多是靠自己的双手双脚挣到的钱 你挣了一百多吗 你从小到大你有没有挣过一百多 你告诉我 你从美国现在有点生气啊 我我问你 你从小到大 你从小到大 你有没有 自己靠自己双手 靠自己双手挣过一百多 你告诉我有没有 我不需要这些成绩 来你别慌 来家人吧 戴口罩的对戴口罩的女人不简单 对他就是不简单 他心机有点深啊 有点像那种环祖哥里面的那种真黄钻里面的那种 独妇一样的 我就是容嬷嬷又怎么了 陈俊我都说了 我们就是得现实 知道吗 来直播间的 叔叔阿姨哥姐姐 我刚想说什么来着 你们一听在演电视剧吗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你那直播间全是机器人 你知道吗 我直播间全是机器人 陈俊 我爸是做互联网的 你爸是做互联网的 什么 乱七八糟的 什么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你不如多去叫我爸两声叔叔 我爸高兴了啊 多给你们分辨两个单子 一定在手机里面 叔叔阿姨 叔叔阿姨 我觉得婷婷姐说的真有道理 我真的觉得她说的好有道理 那个 叔叔实力也挺强的 而且我看婷婷姐 刚刚 这个说话的语气 我感觉她能帮你们家度过好大一个难关了 君哥 来 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 陈欣 你先听我说来直播间说说他个姐 刚刚他觉得我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都是机器人 来家人们证明给他看 证明给 请请看证明给这个理性 请看好不好 来家人们把我不不是机器人打在公民上 我一会让你看一看我们直播间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 来家人嘛 这样 你们应该是可以发送自己的军位的我看一看你们都是哪里的人好不好 我跟你说我们直播间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你知不知道全国对呀 你认识全国各地那么多人吗 我我爸走到哪里没有人接待他呀神俊你知道全国各地多少人吗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全国各地有多少人啊我问你 我爸走到哪里没有人 我爸走到哪里没有人接待他 你们出去试试你要曾经出去试试 他甚至去到饭店别人都把他赶出来 来家人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我看看你们是不是是不是机器人来这样子这地方可以所有的打这个看到没有 我在哪个地方直接打出来家人们我看到你们是哪里的人来重庆的湖南的辽宁的沈阳的重庆的带口带回照的是机器人 我不是机器人你安徽的看到没有你自己看没有 我看什么看 来你自己看清楚包手里拿着你自己看清楚 好远都来自好远的地方你自己看清楚 还真有人给你们打字呀 你自己看清楚我们直播间是不是机器人 来叔叔阿姨哥姐姐没有给阿俊点关注的左上角把阿俊点关注好不好 左上角把阿俊点下关注现在我们点赞已经1.1万的来感谢我直播间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哥姐姐 感谢我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来我看到了这个凤姐是长沙的 咱们的惠志兰新是杭州的来惠志兰新阿姨帮阿俊给个关注好不好 来我看到了我们韩宝是严惩的对不对 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如果是天津的月月是浙江嘉兴人我不是机器人 韩宝我不是机器人来这个余子新姥姥是辽宁的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你 我想问一下 这这上面的地方哪一个我没去过哪一个地方我爸去他们没有人接待他我爸去这些地方 那些高档餐厅高档酒店都得 都得去请我爸都得去接待我爸你知道吧这样的 这样的 哎呀 哎呀我真的有点累了我说实话 圈哥眼界打开一点 眼界打开一点 他们这些人看你今天人看你明天看你吗啊 圈哥 你要不他们能跟那你多久今天来看个热闹明天走了 你真以为他把你们当什么 哎呀叔叔阿姨呀当着你这种叔叔阿姨就是你的娘家人了呀 他们明今天你今天拿着手机他们在里面明天就不知道是谁的叔叔阿姨了 来家人们 你们觉得 你们是不是诚心的娘家人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哥姐姐 你们是不是诚心的娘家人如果是的话公平上打一波试 来我看看直播间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姐姐愿意当成心的娘家人的来直播间所有叔叔阿姨姐姐 你们愿意当成心娘家人的在公平上打一波试 我看那个阿姨好像快来了要不我们走了吧我们去吃饭了吧 你去吃饭了吧不吃今天不带他不去吃 那我已经生气了现在 走吧 我请客走吧走了走了走了 你快走吧我把门关了你快走吧 这样就好 你叫我们一起去吗走了 你叫我们一起去吗走了 没有把门关了他不让他进来了不让他进来了 走了俊哥 不不不一会一会一会我给你做饭吃不用管他的不用管他好不好 不用了我们一起去吗他才知道 来 开门干什么你快走了 我门已经关了你快走了 俊哥你把门给我打开 来自我先收叔阿姨姐姐 我阿俊先下 俊哥走走走我们走了俊哥下拜拜 叔叔阿姨走了走了走了 拜拜